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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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窗外不免傷心 这才是我的终点 就等下我依旧孤寂 就让夜雨陪我哭泣 走过每个夜 直到星辰一夕 等待再次相见的黎明 虽然爱你的心 早已感觉疲惫 还是无法停止想你 日积夜地想你 翻越尘封已久的日记 日积夜地想你 回想你我最初的相遇 日积夜地想你 翻越尘封已久的日记 日积夜地想你 回想你我最初的相遇 我最初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江小姐, 請小姐請你進去 我剛才說的老闆會開除我, 那是真的 事業是暫時的, 沒飯吃那還不至於 我們家就我一個人 罵你沒有人性, 只是一個氣話 你現在可以趕我走啦 請坐 請小姐, 在你心目中, 記者這麼可恨嗎 恨, 是緊跟著愛而來的 記者呢, 又可愛, 又可恨 為什麼你拒絕任何記者採訪 因為我看過太多的報章雜誌 對我的報道都是胡說八道 所以我不相信他們 不能一概而入以拼蓋權哪 一直要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他們逼得我活得好累 過得好假 你又不需要為他們而活 你又不需要為他們而活 我盡鬼神而遠之 可以吧 那你當我是鬼還是神 看你自己了 你當我是鬼, 就跟我鬼扯一通 你當我是神, 就說幾句真心話 你當我是人, 我們就朋友啊 朋友比鬼神更可怕 越是親近你的人 他對你的殺傷力也就越大 他能出賣你, 也就出賣得更徹底 難道你們有朋友嗎 難道你們有朋友嗎 你忘了 我是交計劃 我怎麼可能沒有朋友呢 我怎麼可能沒有朋友呢 當記者多久了 兩個月不到 是不是軟菜 想採訪我什麼呢 你的生活 你問吧 別人已經問得很多了 而你的回答呢 也都是千篇一律 但是每個人報導出來的 都完全不一樣 我分不住是真是假 我一個印象是 你是個連外男人的女人 別忘了還有一張床 把我和男人 還有床連在一塊兒 不就是一篇報導嗎 只要我隨便給你一個男人的名字 就是一篇有聲有色的報導 你也只要下個結論 一篇專訪的稿費 不就到手了嗎 我的結論是都太膚淺了 膚淺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再看完全不合理 而且更是矛盾百出 自己和全部家人的關係 再看我 你也要來看我 你也要去看我 你也要去看我 這幾個月 就是我們 來看我 也不一定要說醜話 只要說實話 我同意 我也是基於記者 是我也必須說實話的行業 我才選擇了這工作 不過 那需要彼此誠實 各自負責 要我教你 怎麼樣採訪我的生活嗎 好啊 跟我生活 什麼 你跟我一起生活 她是我一世一世的愛 在我心目中 她就是那種 十全十明的偶像 我想 但也沒有任何一個男人 可以叫我如此 動心動心地 舒楠 是我今生今世 第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 願意赤裸裸 站在她面前的男人 而你呢 是我唯一願意赤裸裸 站在你面前的女人 是 抱歉秦小姐 我不許打斷一下 如果我沒有最充分的理由 我不認為 你會斷人地離開康叔南 畢竟那是一份太難割舍的感情 那是我一生中最暗淡的日子 看不見一片晴朗的天空 也看不到一朵白雲的飄過 你還沒說到正題 你為什麼一定要離開她 其實那次我真的有足夠的原因離開她 那次的車禍 我真的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天條嗎 老天爺非要置我於死地嗎 都沒有賣身造福 有天之女幫助她 難道我願意賣身扶養我的女兒 就沒有人統計我嗎 沒有人留嫂 我根本就像是 坐在樓椅上的座人一樣 我沒有辦法自己上下床 翩翩在這個時候 留嫂又提出了她不能再坐下去了 那是一個壞習慣 翩翩就在這短短的三個月當中 我們不知不覺地 讓她養成了許多的壞習慣 甚至已經可以說是 不良嗜好了吧 我真敢相信你 她真的是那麼鐵石心腸 而我偏偏又從她身上 找不到任何一點可以讓我 反擊的落臉 她實在不應該把心思 浪費在婚姻的責任上 可是 她的壞兒女 又是她最踏實的依靠 那她的妻子呢 那只是她名義上的妻子 是她自己說的 很快地我就變成一朵梅花 我把那些人玩弄在手掌心裏 我讓她們心甘情願地 把花花綠綠的鈔票 塞進我的皮包 舒楠應該有個更好的環境 讓她毫無顧忌地去寫作 那才是她真正的生命 超級好 但不妙子 她也不會喜歡用 一千萬多 雨露 我現在 已經是一個赤裸裸 站在你面前的女人了 一百萬多 一個人 當她沒有禮貌 她就會生氣 都沒有我醉 你知道嗎 我最欣賞的男人是誰 不知道 瑪麗麗夢露 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鸡蛋 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 专访 可是我让你写的是 他的恋爱事 那你写的这是 他的奋斗事 文不对题啊 拿回去重写 我把标题给你 对不起 我不会 不 不会就要学 没有人天生就是会的 也不是每件事 任何人都能学的会的 可是没有人看你这种文章啊 你的那些文章啊 看会长真业 你这什么话 难道一定要写 跟他上过床难道有多少 才有人看吗 我老师并不是这样教我的 你们的老师 在象牙齿塔 教你们 要对社会有使命感 要讲道义 他们都是专家 学者 教授 他们没有生活的压力 他们可以高高在上的 讲道义 说道德 可是我们不行啊 我们要在千百份 报章杂志当中 求生组 我们都有家累 我们不能够任性啊 我可以啊 这 江峰啊 你是唯一登堂入室 采访到他的人啊 这就是我最了不起的成就 重新建立了记者 在他心目中可信度 就 就因为他相信你 所以我才派你去采访他啊 为什么他不相信你 甚至不相信任何记者采访 因为他说的 给你们所报道的 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啊 只因为他说了一句 我天天都在恋爱 于是你们就挖空心思 想尽办法要写一篇 跟他上过床男人有多少 你们只会话去试试 家有天促 你们只会想一个解释 他说的话 你们用甜言蜜语哄他说话 然后再靠想象 自由创作一篇 连引子都没有报道 你们叫他心害 你们让他害怕 你们也使他 不敢再相信你们 他只是你们杂志 畅销的工具而已 他难道不是利用我们 畅销的杂志 是打开他的知名度 让他享受到 名利双手的滋味 他并不否认这一点 可是有关于他的报道 未免太哗众取宠了吧 虽然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也畅销了你的杂志 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赌职花钱 不也只会票价了吗 社会就是这样才生病的 社会是有病 可是你也不是医生啊江峰 可是我也不愿意生病啊老总 江峰 还有事吗 你在他的别处七天 就写这么点东西啊 我虽然年轻 但是我不会那么奢侈 白白浪费我七天的青春 那你这七天当中 都做了些什么 我不停地写 你写的什么 他的医生 他真实的医生 好啊 拿出来交出来 不会的 我留给你足够的版面 稿费重优 可以连载 不必了 他唯一的要求是 拿匹写字的人 不要再伤害他了 你放心 不会的 好啊 不过 还要等 还等什么 也许 要等到他百年以后吧 那还等多久啊 也许等到我认为 不会再伤害到他的时候 这一期的专访报导怎么办 我可以放个标题给你啊 他跟我的一段同性恋 怎么样 是不是比你给我的更精彩 对 还是更窝窝 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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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篇稿要是不交出来 我就开除你 请闭 我要是开除你 就没有人再配用你了 我不在能独立生活 而且还能完成学业 你吓不到我的 你 好 我就开除你 不会的 不许这套吃饭的本事 我可以定谋高级 你就变成高明吧 你 总编替您电话 知道了 不是 晨峰 不要任性吗 我有的是任性的本钱啊 我也给你吃饱了 全家都饿不着 可是你已经换好几家杂志社了耶 我也不在乎多换一家 不要这样嘛 你换一家杂志社 别人认为是杂志社的问题 可是你换了三家杂志社 别人认为就是你的问题了哦 本来就是我的问题嘛 那有谁给你用 我 良情择木而栖 你该知道吧 别忘了 每个人都有他生存空间 我要求的 只是一个更自由的生存空间 你这又是何苦呢 好好在这工作吧 我不认为这叫工作 这叫混 我不相信天下的乌鸦都是黑的 我只是认为报导是客观的 没有是非和对错 绝不需要主观的批判和论断 只要确证和事实 同样的 我也没有权利批判你们是非和对错啊 我也知道 毕竟这是可以给你们安定的生活 这是事实 如果你愿意 就继续你们的捕风中演的工作吧 没有人可以勉强你啊 嗯 江峰 江峰啊 江峰 你那个专访可以发表的 我是说你的当事人哪 付了过量的安眠药 我是说啊 情状寒的 他自杀了 现在所有的全国媒体 都会报道他自杀的消息 你就可以 把你那个第一手资料 作为我们的 独家报道啊 还有 这下 我们这个期的发行量 可以冲过到最高点 江峰 我立刻生你做采访的部长 发给你两个人的奖金 还有 十年的小奖 还有什么特点 你只管提出来吧 没有真意 生命也就毫无疑 我该知道 我连标题都写好了 我连标题都写好了 一带一挖 最后七日去 江峰啊 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我连标题都写好了 这是他最后可以利用的剩余价值 是吗 也是他最后可以利用的剩余价值 是吗 这 这什么话吗 这 刷什么吗 哎呦 你不写写的人多的是啊 你知道我现在 心里是什么感觉吗 我当然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毕竟你是他最后唯一接触的人 在那七天当中 他跟我说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现在给我的感觉 都像是在做临终情的祷告 他把我当作神父一样的 在我面前告诫 也是毫无虚假 毫不保留的 所以我说啊 那篇报道一定可以使你一夜成名的 神父会把信徒的告急 给宣扬出去吗 你不是神父 你只是采访他的记者啊 他却把我当作神父了 你不是 江峰 在彼此利用 互相欺骗的现实社会里 我是很需要那笔丰货的奖金 和一夜成名 但是 我更珍惜那份真实 和全然的信赖 可是 他已经死了 所以 我更应该还他尊严 这是唯一还他尊严的方法 最好能完全地 从我脑子里 清除掉对他的所有记忆 人死了 该留下一片空白才对 当旅客到站下车的时候 当飞机在目的地降落的时候 不都是提醒旅客们 不要忘了自己首先 携带的东西吗 可是 他却把最贵重的行李 交给我托运 现在 你以为 他是什么样的女 人尽可夫吗 所有的报道 不都是这么写 其实 真正在他心里面的男人 终其一是 只有一个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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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在他心裡沒有男人 終其一世 只有一個 誰 或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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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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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爸爸走不见了 他有病了 对 他有 是不是还要公立医院 凌生证 康晓晓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要请假回家找我爸爸 学校没有这个例子 我说的是实话 我要请假 不合规定不成立 我是来办请假手续 那要家长证明 我爸怎么见了 我没有家长证明 那我就不能准你的假 你也不准离开学校 准不准是你的事 该不该回去 是我的事 康晓晓晓 康晓晉 康晓晓晓晓晓晓 你敢没有准嫁 离开校门一部 我就就进你大国 让你退学 你是什么态度 我从来没看过你这种学生 你现在见到了 康晓晴 我看这一切 然后我会没办法 我会吃 我吃 我看我了 你吗 我看不见 你吃 你不用说 我爱你 és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还没回来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谢谢你 妈 我去找爸爸 你上哪儿去找 妈 谁晓得到去哪里 爸会不会去找伯伯家呢 我找伯伯他们已经出国了 那他还有哪些他藏去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我哪知道 他出去的时候 从来就没跟我说过 他上哪儿去也从来就没告诉过 妈 爸现在不比以前了 他的 那我又能怎么样呢 把他绑起来 拴着不让他出去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爸爸 你说什么 我说你穿了 我真不敢想象 这两天两夜 爸会在这什么地方 他最好变我了 妈 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当做是他的家 我们也一样 我没有家 就一个人 我没有家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人 我先拿走 老先生 你那走到哪里去啊 你身上啊 有没有带什么证件 我好通知你的家人 把你接回去啊 这是你的家人吗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女儿 那这个一定是你太太喽 她长得很漂亮 你还要 嗯 还已经死了 这是你家家人吗 这是我们儿子 这是我女儿 那这个一定是你太太喽 她长得很漂亮啊 那这个一定是你太太喽 那这个一定是你太太喽 她长得很漂亮啊 她已经死了 她已经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关系 严总要死的 以前的人说 找死找回了 现在的人说 早死少受罪 那你的儿女呢 我的儿女 我的儿女 他们害忍 他们害忍 他们可恶 这个不是你吗 是啊 是我 蛮好看的 那一老了 孩子应该长大了 他们还小 他们还小 我老了吗 我的意思是 是老了 老的不重要 老的 老的怎么了 老先生 我不信老 老先生好 唐先生 你好 我姓姜 长江的姜 小小姐 你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叫我姜峰好了 峰叶峰 你看姜峰 姜峰 你好 立成 老先生 康先生 我的女儿叫小山 我当她是我们家的小山王 每个做父亲 当她给艾丽取名字的时候 我怎么有他的意义 我的儿子叫小群 小群 小群又代表什么意义啊 小群 他是我们家的群 同时也是我牧的羊 那现在你的小珊瑚和你的小羊呢 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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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珊瑚在海底被忽然 为什么避不起你 那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 我找不到他 我找过 可是我找不到他 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 看见谁 那请问你的大名是 我喜欢人家知道我的根子 人死留命 暴死留病 空腹自说 君子其莫时而名不正义 都死不害人 还死了多少人 还死了多少人 不在乎的时候 都还不在乎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潘先生 耽误你太多的时间 没关系 反正我在这里也没事啊 没有事就是浪费 浪费的生命 是再也追不回来的 先有几个春天 先有几个春天 好啊 看有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有什么时候回来 吃饭了 小群小山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每天吃饭都要三催四寝的 我吃不下 我也不饿了 你们什么时候饿了 妈 爸爸她 你放心啊 倩牛祸害死不了 康先生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 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好了 我请你去吃饭 那我们去喝咖啡 我去喝茶 好啊 走吧 康先生 你喜欢喝什么茶 乌龙加相片 乌龙加相片 好喝吗 我习惯 蛮有意思的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早就这样了吗 我都已经见怪不怪 习惯 你什么时候看过爸跟妈 好好地谈过一句话 商量过一件事情 哥 你又不去上学了 我请假了 学校会准吗 他有什么理由不准 你用什么留起家 我找爸爸这是个事实 我爸爸走不见了 我回来找他 这是什么不对啊 这难道不是理由吗 他不相信 可以打电话来问了 学校有学校的制度 有学校的规定啊 管他的 对 管他的 对 管他的 潘先生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 我 我回家 回家 那你的家 到底住在哪里呢 忘了 康先生 你不要叫我康先生 我叫康淑南 康淑南 康淑南 你的笔名叫余火 康淑南 我叫康淑南 康淑南 康淑南 你的笔名叫余火 他是我医生女士的爱人 笔名余火 他叫康淑南 康叔男 康叔男 在我记忆中 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的作品 情运动心声 曾经让我感动地哭了一整夜 你书中的点点滴滴 至今我都深记着 而你偏偏又是秦如涵 肯将她一生一世的爱 付出了对象 怎么会偏偏又让我们相遇呢 喂 是啊 刚出来是我爸爸 妈 在哪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马上来了 妈 妈 爸有消息了 我们去见吧 你们去吧 你们不去啊 这又不是头一次了 你们去就好了 走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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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 好像想吃 你们是 他是我爸 我看他睡得好熟啊 我想一定是累坏了 没敢去吵他 我在他皮包里头 找到你们家的电话号码 爸一定是累坏了 他走不见两天两天 怎么会不累呢 爸 我们回家了 爸 爸 爸 你起来 我们回家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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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先生 你儿子女儿 还接你回去了 爸 我们回家吧 你们是谁 爸 我是小群 我是您的儿子 爸 我是小山 我是小山 小群小山 嗯 爸 你们不是 你们不是 小群小山还小 他们上学去了 还没有回来 他们一大早就上学去了 还要补习 不知道很晚才回来的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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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